《宗教情操真伪辩》 作者乔纳森·爱德华兹 二章五节 情感由经文而来 即使是伴随圣经经文而来的情感 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的或非属灵的 真正的属灵情感是可以伴随着经文而产生的 那尝试由于对经文所教导的真理 有了属灵的了解而引起的属灵情感 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并不能只因为由于一处经文 突然的强有力的闯入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证明这种情感就是属灵的 有人甚至于认为 这种情感就是他们得救的标志 特别是当经文是他们产生希望和喜乐的时候 更是如此认为 他们说 这节经文忽然出现在我心里 就像上帝直接向我说话一样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节经文 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圣经里有这段经文 或者他们还会说 这些经文一节一节地来到我心中 都是那么积极而有鼓励性 我高兴地哭了起来 我无法再怀疑上帝真是爱我的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们是自己相信 他们这种情感与经历 确实来自上帝 而且他们真的是得救了 但是这种确信是不健全的 圣经没有教导我们 用这种方法来测试我们信心的真实性 圣经也没有说 如果有什么经文突然闯进心里 就表示我们已经得救 圣经更没有说 如果一些积极而有鼓励性的经文 使我们喜极而弃 就证明我们已经得救了 唯独圣经 是我们宗教信仰 与实践绝无差错的准则 很多人认为 如果某个经历 与神的话 与圣经有关 那这个经历一定是来自上帝 事实上并不一定是如此 只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 那就是如果圣经上告诉我们 应当具有某种经历 那种经历一定是正确的 而不能只因为那经历涉及到圣经 就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怎能知道 那不是由于撒旦 把一些圣经经节放在我们的心里 他也曾经用经文去试探和欺骗耶稣 马太福音四章六节 如果上帝允许撒旦用圣经去试探耶稣 为什么他不能也把圣经放在我们心里来欺骗我们 甚至他也能用一些积极鼓励性的经文来迷惑我们 撒旦很喜欢使人们在真正悔改之前 用一些虚假的希望和喜乐 使人自以为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为什么撒旦不能故意用一些有鼓励性的圣经经文 让人们产生一种虚假的保证 反正假教师就会这样取解圣经去欺骗众人 他们是撒旦的仆人 撒旦当然也会做他仆人所做的一切坏事 二章六节 充满爱的情感 即使是具有爱的情感 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是非属灵的 爱是真宗教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徒 而看起来也很有爱心的样子 这常常就被视为他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真实的证明 其论据是以爱一定是来自上帝 因为撒旦根本就没有爱 不幸的是 即使爱也可以被伪造的 事实上 越是宝贵的东西被假冒的也就越多 没有人会去伪造假石块或鹅卵石 但却有太多的假钻石和假宝石 基督徒的美德也是如此 没有什么比撒旦的诡诈 人心的险恶更想去假装基督徒的爱心和谦卑了 那是因为这些特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露出了基督徒的性格之美 圣经告诉我们 有时人们可能看起来像是具有基督徒的爱心 但他们并未得救 耶稣就说过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 但他们的爱都不能坚持到底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马太福音24章12到13节 这表示 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忍耐到底 而渐渐冷淡下来 我们将不能得救 我们可能感到非常爱上帝和基督 但却没有那种真实而持久的得救经历 在耶稣的时代 许多犹太人就是这种情形 他们是那样的高声赞美耶稣 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日夜跟随着他 他们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你 马太福音8章19节 何塞纳归于大魏的子孙 马太福音21章9节 然而没有多久 他们的爱心就显示出了虚假 变成了冷漠 不能坚持到底 使徒保罗也认为 在他那个时代 有些人对基督的爱是虚假的 在以弗所书6章24节他说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保罗希望祝福 临到那些诚心爱主耶稣之人的身上 可见他一定认为 有人并不是诚心爱主的 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的爱 也是可以伪造的 我们可以从保罗和加拉太人之间的关系 看出这一点 当时 他们甚至情愿把眼睛弯出来给保罗 加拉太书4章15节 这是多么深切的爱 但保罗却担心在他们身上 枉费了功夫 加拉太书4章11节 很显然的 保罗感觉他们对他的爱 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之爱 2章7节 各类的情感 即使我们经历到各类的情感 也不能证明它是属灵或非属灵的 事情很明显 各类的情感都是可以被伪造的 我们已看过人们如何假冒基督徒的爱 而别的属灵情感也是一样可以假冒的 以下就有一些例子 扫罗王曾假装畏罪忧伤 撒马尔纪上15章24到25节 26章21节 撒马利亚人也伪装敬畏上帝 列王纪下17章32到33节 叙利亚人乃曼 由于神机医好他的大麻风 也表现出虚伪的感激 列王纪下5章15节 在耶稣所说的比喻里 种子撒在石头地上 代表那些具有虚假属灵喜乐的人 马太福音13章20节 使徒保罗在悔改归正前 他对上帝也曾有一份虚妄的热心 加拉太书1章14节 菲利比书3章6节 当他悔改之后 他说许多不信主的犹太人 也都有这种假热心 罗马书10章2节 许多法利塞人 对于永生也有一种错误的盼望 福加福音18章9到14节 约翰福音5章30到40节 所以 未得救的人 是可能具有各种很像是真的属灵情感 但实际上是虚伪的情感 所以 也没有理由说 他们不可能同时拥有好多种这类的情感 举例来说 那些陪同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群众 他们一时之间 似乎真的具有很丰富的宗教情感 他们对耶稣充满了寝慕和爱戴 他们是那么的尊敬他 把自己的衣服都铺在地上让他走过 他们对耶稣曾做过的一切善事 表现出无限的感激 他们强烈的表达盼望上帝国度降临 并且是那么渴望 耶稣立刻就建立起那个国度 他们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和喜乐地送赞他 渴望与他在一起 但是 在这其中 又有几个是耶稣真正的门徒 一个人在同时产生好几种虚伪的情感 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一种情绪强烈地兴起时 自然会产生出另外的情感 尤其当首先兴起的是爱的时候 更是如此 正如我以前所说的 爱是人类最主要的一个情感 也可以说是其他一切情感的源泉 设想有一个人 一直以来对地狱有一种恐惧感 于是撒旦来欺骗他说 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 当我们假定撒旦是利用一个异象 他看到了一位带着和蔼笑容 张开温暖双臂的人 那个罪人就相信了这是基督的异象 或者 撒旦用一种声音对他说 你的罪受了 以此来欺骗他 结果这个罪人就以为这是上帝的声音 于是这个罪人就相信他已经得救了 虽然这时他对属灵的福音仍是一无了解 这样一来 在这位罪人心中会产生多少种情感 他会对那位对他所想象出来的救主充满了热爱 因为他救他脱离了地狱之灾 他也会对他想象的救恩充满了感激 他会感到一种不可一指的喜乐 这种种的情绪会使他向别人大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也会使他很容易地在他所想象的上帝面前谦卑下来 他更会舍己 并且热心地提升他想象中的信仰 只要他情感的暖流还持续着 他就会这么做 所有这些宗教情感都可以由这种方式产生 然而我们所描述的这位经历了各种情感的人 却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的情感都是来自他自己心意的自然运作 并不是上帝的灵所做的救赎工作 如果有人怀疑这是否可能发生 那他对于属血气的人性 真可说是一无所知了 感谢观看